一只浑身长满虫子的野猪,突然闯入人类的村子,所到之处寸草不深,大地也被腐蚀殆尽,他发现了几名人类的女孩,随即便疯了一样冲了过去,千军一发之际,一位少年挺身而出,拔光射箭,击中了野猪的一只眼睛,但这也把他彻底激怒了,怪物瞬间长出无数的黑色触手,直接拽住了他的胳膊,少年用力振脱开来,转身蓄力一剑,再次击中了野猪的另外一只眼睛,野猪终于停止了攻击,随即应身倒地, 但少年的手臂,却被这无会之物腐蚀的巨动男人,村里的人们围了过来,大喊这头野猪是邪魔神的化身,被他碰到可是要被诅咒的,可此时野猪竟然开口说话了,野猪迅速腐烂,最后竟直接变成了一堆白骨,阿西达哈手臂上的疤痕已经深入皮肤,神婆告诉他,他已经受到了邪魔神的诅咒,疤痕入骨之日便是他归息之时,而造成野猪变成邪魔神的原因, 正是他体内的这颗子弹,野猪被人类攻击受了重伤,无尽的痛苦结怨成恨,最后冤居便化成邪魔才来报复人类的,而阿西达哈想要解除诅咒,必须要去遥远的西方寻找答案,因为这种铁制工艺,只有那里村落的人类才有,就这样,阿西达哈当即准备出发,为了自己也为了村里的人们,他开始了向西方的旅行,一路上骑着陵路马,跨过山峰,走过草地,来到了深山里的村落,这里的治安并不好,当地的山罪经常欺负百姓,眼看一位富人 就要惨遭毒手,阿西达哈便决定上前大救,可弓箭刚拿出来,手臂便开始膨胀扭动,他忍住疼痛,瞬间射出一箭,竟然直接射断了山贼的手臂,他又射出一箭,另一名山贼的头颅也当场被击穿,山贼随即撤退,但同时,达哈也终于明白了诅咒力量的恐怖,他来到一处小镇,想用手里的筋度换一些粮食,但深山里的人们只认同钱 这位僧人似乎见多识广,解释完他的价值后,对方赶紧收下了筋斗,他与达哈便这样熟悉了起来,达哈见他懂得很多,便向他询问关于邪魔神诅咒的事,没想到僧人却告诉他,这种情况必须前往西方的欺凌森林,在那里有一只神兽,也许可以帮助他解开诅咒,就这样,阿西达哈又开始了漫长的旅行,而此时西方村落的人们,在首领唤鸡的指挥下,正在山上往村里运着各种物资,这些东西都怪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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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他们都是从山林里砍伐采摘的,可突然,远处出现了两头白狼奔了过来,其中一只白狼的背上还有个女孩,众人随即掏出火枪准备攻击 大战一触即发,白狼们迅速闪躲,然而从人类的身后,突然算出一只更大的白狼 双方随即便打了起来,在白狼神的攻击下,几位村民纷纷掉下悬崖,换机箭撞直接开了一枪,击中了白狼神,在炮火的压制下,白狼神最后也摔了下去 阿西达卡刚好从山谷下路过,无意间发现了刚才摔下悬崖的村民,他救下了两个人,想去再寥找还有没有其他的幸存者 但却看到了一个女孩,正在给白狼神舔尸伤口,女孩的直觉似乎很灵敏,转身回头,也发现了她 我的名字是明天吗?我们来到这个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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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到古老神!我们来到古老神的城市! 并没有说话,之后骑着白狼离开了这里,这便是二人的第一次见面 但阿西达卡似乎有了心动的感觉,回到受伤村民休息的地方 一个村民突然显得很害怕,因为在不远处,有一只长相恐怖的白色怪物 阿西达卡告诉他,这是小精灵,只会出现在森林茂密的地带 小精灵们竟然围了过来,但他们并没有恶意,于是,在这群古灵金怪小家伙们的指引下,他们走进了这片神秘的森林,这里遍地是参天大树,四处飘逸着鸟语花香,一切宛容人间仙境 阿西达卡走得累了,便想接一口水喝,可突然,远处一道金光开始闪耀,一群麋鹿从山林里走过,达卡定睛一看 最后一只麋鹿头上长着巨大的脚,犹如阳光般的璀璨,阿西达卡的手臂再次开始躁动起来 等陆群们离开了这里,金光也渐渐消失,他的手臂这才安静了下来 而且,村民们的伤竟然直接自愈了,他们走出了森林,都已经回到了村民居住的地方 这里犹如世外桃源,一切显得尽宁尽有安详,而村民们正是靠着制造铁器为生 阿西达卡找对了地方,这里正是神婆口中的西域村落,因为救下了两位村民 首领幻祭便盛宴招待了阿西达卡,他这才得知,原来幻祭为了能让这里的人们活下去 不得不开山伐木把这里建成村子,但这引起了山林里动物们的不满 经常袭击村子里的人们,其中一股势力叫做以竹王,他的身体极为庞大 普通的弓箭根本无法伤他分毫,后来是首领幻祭用村子造的火枪,才得以将他击败 通过他们的描述,阿西达卡想到了袭击自己的那头野猪,应该就是他们所说的野猪王 而野猪体内的那颗子弹,也许就是在这里生产的,他当即找到了幻祭,向他展示了自己手臂上的诅咒 幻祭并没有辩解,而是把他带到了一处房间,这里便是锻造火枪的工厂 他告诉阿西达卡,想要在这里生存,必须要消灭山林袭击他们的动物,而火箱正是最有用的手段 阿西达卡的诅咒之力突然开始暴动,似乎是以众王灵魂表达的愤怒 他的胳膊不是控制想要拔刀屁向幻祭,但阿西达卡还是用另一只手死死的按住了 因为他明白,即便杀了幻祭,也无法解开手臂上的诅咒 那么来到了堡垒上方,幻祭向远处开了一枪,吓推了那里遇有袭击村子的行星 他告诉阿西达卡,这片山林里的动物对他恨之入骨,各股势力都想把人类从这里赶出去 其中还有一位叫小桑的女孩,他的绰号是幽灵公主 只有被白狼抚养长大,和森林里的动物一样,憎恨着自己,憎恨着毁坏森林的人类 但他也没有办法,人类与动物们真的是无法共存的 这晚,小桑再次潜入了村子,想要刺杀掉换机,二人拟来窝王打得不可开交 为了结束这没有休止的争斗,阿西达卡不得已动用了诅咒之力 他将武士的刀直接折弯,三两下便把二人都击晕了过去 接着背着小桑离开了这里,孙明们以为达卡与他是一伙的 竟然在后面放了冷枪,达卡被击穿了胸膛,但这没有阻止他继续前进 村民们被这样的气势吓坏了,再无一人敢向前阻击 达卡终于带着小桑离开了,半路上,小桑突然醒了过来 但达卡因为失去过多,直接摔了下去 小桑并不知道达卡刚刚救了自己,他憎恨着人类 于是掏出匕首便想了结掉达卡的生命 可就在这时达卡突然说道 小桑被吓了一跳 长这么大从未有人类夸奖过他 也许是发现了达卡并没有恶意 他带着达卡回到麒麟森林 想让那只神兽为他疗伤 小桑摘了一颗植物,之后插在了达卡的头顶之上 小精灵们看见后,似乎受到了某种召唤 之后全部趴到了树顶之上开始祈祷 此时,远处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身影 他浑身散发着淫荒,充满着神圣 精灵们也与他相互呼应 他的身体越发透明 最后幻化成了一只脚下生花的麒麟兽 所到之处竟是生命的轮回 他走到小桑放在那里的植物吸了一口 植物便开始迅速枯萎 之后在阿西达卡的身上吹了一口仙气 就这样治好了他的伤势 而这一幕,都被躲在暗处的僧人看得清清楚楚 这是阿西达卡之前遇到的那个人 那是皇帝派来捕杀麒麟兽的 因为据说,麒麟兽的头颅可以让人长生不老 达卡逐渐醒了过来 小桑递给他一口肉 但浑身无力的达卡根本咬不动 于是小桑便把肉咀嚼成碎片 最后再点一点位给达卡 二人的关系也就此变得亲密了起来 另一边,因为发现了麒麟兽的栖息之地 僧人便与换机联手打算将它消灭 僧人拿到麒麟兽的头颅 便可以得到皇帝的奖赏 而换机如果消灭了麒麟兽 那么森林里的动物也会彻底离开这里 二人随即便做起了围剿麒麟兽的准备工作 深夜,熟睡中的达卡醒了过来 他看了看身边的小桑 可手必须再次传来剧痛 为了不把小桑吵醒 达卡独自走出了山洞 白狼神对阿西达卡并没有什么好感 他对人类一直充满了憎恨 他告诉阿西达卡 明天换机就要带人类进攻山林了 自己已经与野铸城达成联盟 为了保护麒麟兽共同抗击人类 白狼神继续说道 当年他们与人类展开对抗 人类为了逃跑 竟马还是银孩的小桑 当作幼儿丢在了他的面前 他至此明白了人类的自私 因为即便是狼都不会扔下自己的幼崽 所以这场大战在所难免 第二天一早 阿西达卡醒来后 发现小桑和白狼神都已经走了 他们还是去了战场 达卡放心不下小桑的安危 便一路开始寻找他们的踪迹 与此同时 断机命人们燃放出了刺鼻烟雾 用来干扰动物的嗅觉 之后故意开始砍伐树木 来吸引他们过来阻止 人类早早设置了陷阱 野铸石明明知道的 但为了保护麒麟兽 保护这座山林 他不得不带着族军发起了进攻 而小桑也在这浩浩荡荡的队伍之中 大战一触即发 但结局其实早已注定 他们根本不是人类的对手 在猛烈的炮火下 野猪群几乎被全部歼灭 小桑也被淹灭在了这烈火之中 但阿西达卡赶到战场 这里遍地都是野猪烧焦的尸体 还有一部分伤亡惨重的人类 他找到了幸存的村民 从他们的口中得知 换鸡和僧人 已经带领队伍去森林里捕杀其灵兽了 达卡赶紧向他们追了过去 准备召唤麒麟兽为他疗伤 可却有一群人类假扮成野猪 悄悄地跟在了后面 他们也想在小桑的带领下找到麒麟兽 野猪神物以为那是他同类的灵魂 于是不顾伤势一路横冲直撞 希望赶紧找到麒麟兽 把他们复活 可最终体力不止倒在了地上 假扮成野猪的人类趁势开始攻击 虽然小桑其实赶走了他们 但野猪神也明白了 他的那些同伴再也回不来了 憎恨冤屈 痛苦的情绪用上心头 野猪神瞬间长出了无数触手 即将变成邪魔神 小桑想上前阻止 不料却被触手淹没 阿西达卡及时赶到 他赶紧跑到野猪神的身上 不停地拨开触手 好不容易找到小桑 可却被甩了出去 白狼神也冲了上去 打算靠自己的力量救出小桑 但却被无数触手侵蚀了半个身体 就在这时 麒麟兽终于出现了 换起瞅准时机开了一枪 子弹砸关了麒麟兽的身体 但他却毫发无伤 接着 走向了邪魔化的野猪神 触手竟然慢慢开始吞去 阿西达卡在趁机就下了小桑 麒麟兽来到野猪神的身旁 只是吹了一口气 野猪神便永远闭上了眼镜 结束了他这痛苦的生命 这时月光照进了森林 麒麟兽一开始幻化 这是他最脆弱的时候 换起准备开枪 阿西达卡认出飞刀赶忙阻止 此时麒麟兽也转过头来 他只是看了一眼 火箱上面瞬间长出了无数绿芽 但幻机已经陷入冰狂 消灭麒麟兽 山林就是人类的了 最终还是开了一枪 麒麟兽被轰掉了脑袋 众人也被这一幕吓坏了 麒麟兽的身体开始变成一个巨大的黑色水球 然后水球突然爆破 无数液体撕散开来 所到之处万物皆被腐朽 正面山林顿势变成了黑色的炼狱 幻机捡起麒麟兽的头直接扔给了三人 而被扶持掉身体的白狼头颅飞升一口 瞬间咬掉了幻机的胳膊 四人把麒麟兽的头放进了一个箱子 嘴下麒麟兽彻底愤怒了 他的身体开始变得巨大 最终彻底成了黑色的恶魔 他伸出无数的触手 疯了一样寻找着自己的头颅 四人带着箱子不停逃窜 触手触碰的任何东西都开始腐朽 最后黑色淹没了山林 也吞噬了人类的家园 四人无处可逃了 最终在阿西达卡的劝说下 交出了麒麟兽的头 小丧与阿西达卡把头颅高高举起 变身恶魔的麒麟兽终于接上了自己的头 一道金光突然闪过 他的怒火终于平息了 可却幻化成一股狂风 吹走了这里的一切 抹平了人类生活的所有根境 下一年 光涂涂的山林瞬间恢复了身机 无数草木破土而出 这里又变成了最开始的模样 绿造蓝天鸟语花香 人类的踪迹几乎消失不见 山林回来了 但小丧似乎并不开心 就在这时 阿西达卡突然发现自己的疤痕已然吞举 他的诅咒被麒麟兽解开了 似乎想要他好好活下去 换机看着眼前的一切 不由地赞叹大自然的威力 此刻的他似乎也明白了 麒麟兽是想告诉他要敬畏自然 小丧始终无法原谅人类 决定留在森林里 而阿西达卡也决定留在村子里 以后也会经常去看他 随着小丧的离去 电影到这里也结束了 人与自然 究竟能不能和谐相处 电影并没有给出最后的答案 人类追求生存与幸福 这是本能 但也是与自然中 其他种族冲突的来源 小丧誓死守护森林 没有错 换机为了底层人民的生活 开山毁灵 也不能说他的做法 全部都是错的 人与自然的矛盾 并不能用简单的对与错来判定 但永远要对自然充满敬畏之心 因为不是我们选择了自然 而是自然 选择了我们 点赞关注我们一起看下部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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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